大家好,欢迎光临大鱼食堂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美味的老头子奶酪蛋糕 先做饼干底,12片莲花饼干,大概100克左右 我还加了30克烤过的必根果,一起粉碎 拌入40克融化的无盐黄油 让所有的饼干碎都蘸到黄油 6寸活底模具,底部垫一张烘焙纸 把饼干碎倒进去 抹平以后压紧 放在冰箱冷藏 300克奶油奶酪,提前放在室温软化 用刮刀搅几下,很容易就变顺滑了 130克鲜奶油 打奶油的容器最好事先冰过 加入30克糖粉 打到5分发就可以了 这时候奶油仍然有流动性 在后面的搅拌中它还会继续变硬 所以千万不要打过头 打发的鲜奶油倒进奶酪糊里 稍微搅拌几下 加入160克Lotus的焦汤抹酱 用打蛋器低速搅拌 再用刮刀彻底翻拌均匀 搅进模具 轻轻震几下 让奶酪糊均匀分布 再抹平表面 放冰箱冷藏6个小时以上 6个小时以后 在碗里加入90克莲花抹酱 用微波炉加热半分钟 让酱融化 再把酱倒在蛋糕体上 转动模具 让酱填满整个表面 放在冰箱冷藏过夜 放在冰箱冷藏过夜 在冰箱的侧面就可以脱模了 用抹刀贴着蛋糕侧面转移圈 它的侧面会更加平滑 表面可以放上饼干和饼干碎做装饰 先麻烦的就直接切吧 镜面其实也挺好看的 表层的焦糖酱口感浓郁 中间的奶酪层非常顺滑 底层饼干素脆 又有坚果香 配成一杯黑咖啡 简直再好不过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评论转发 感谢收看 我是大鱼 我们下期再见